现在场上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盏灯亮着 接下来陈凯灭掉五盏 留下两盏回到现场 可以 挺优秀的 大王过一了 接下来奖声有请十浩天立子 十六号汪延有请两位 在七个给陈凯亮灯的姑娘当中最后留的两盏 我觉得她最后留下的这两盏 应该内心对两位都是有各自的评价的 那接下来陈凯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 我想问问两位 你们怎么理解持家这两个字 持家这两个字 对对对 这个问题我喜欢 成熟的男孩才能问得出这样的问题 对于持家怎么看 我觉得持家就是我给予我的男人 在外面事业的支持 当他的小秘书 然后在家里当他的写内住 我理解的持家是勤俭持家 把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 向孝顺父母下教育子女 支持他 陪伴他 守护他 他们两个都回答 你算是满意吗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那接下来要做出选择了 燕子姐 在她选择之前 我想说一番话 好 我等了很久才来 我跟她说过一句话 我向你迈向了99步 说最后一步应该是 我跟她说过一句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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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我比不上她 我感觉我比不上她 我虽然也喜欢你 但是我比不上她 你应该 你应该更值得 田丽子那样的好女人 她对你的那份心 我真的感受到了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到 我觉得刚才你心挺狠的 我在这里解决一点点 我不是心狠 我喜欢 喜欢一个女生 我就会一直 只要她单身 我就会一直在嘴的 我就是说 她是不会让她 我一定会三个人 我会说 她是不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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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说 她是不认识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